2025年 上半年開始 它的華航的兌換里程不是1比1 是2比1 真的是情天地利 Hi 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手邊有的HSBC的套組 就是我的主力卡卡組 那這四張我最主要使用的是這兩張 就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Live Plus卡 然後還有這張HSBC的旅人卡 先來聊一下這張 這個是前一陣子 匯豐新推出來的HSBCLive現金回饋預期卡 它的重點在於最高5.88%回饋 到底要怎麼拿呢 事實上它的活動是2024年7月17號到12月31號 你只要在這個活動期間 來申辦使用這張卡片 都可以拿到最高5.88% 一般無腦消費就是0.88%的 這個現金回饋無上限 那它所主打的餐飲、購物 還有這個娛樂三大通路 有加碼3%的現金回饋 這個3%的現金回饋 每一個人每一期帳單可以拿888 所以回退一下大概每個月刷29600元 就接近3萬元以內 都可以拿到3.88%的回饋 除了這個以外呢 如果你有綁定HSBC的帳戶資金扣角卡 可以再多1%回饋 每一期帳單可以多拿200元 所以回退大概就刷個2萬塊 如果你把這張卡片拿到亞洲的指定國家 比如說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 這個只要是餐廳通路的消費 通通再多1%回饋 所以最高可以來到5.88%回饋 那餐廳回饋一樣 就是每一期上限多200元 所以統而言之 最高就是每一期刷2萬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5.888的現金回饋 那這個現金回饋呢 拿來這裡帳單是1比1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來兌換禮償的話呢 它是2比1 所以最高有8.5元10 這到底怎麼算的呢 我們來算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右方的表 我都幫它整理好了 如果你把這張卡片去日本、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等國家的餐飲通路吃飯 那每個月大概2萬塊左右呢 你可以拿到5.88%回饋 來乘一下 2萬乘以5.88%算出來是1176點 1176點以1點兌換2里 大概是2300多里 那你這個2萬塊除以2300多里 算出來的數字剛好就是8.5元1里 所以它這個8.5元1里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呢海外交易一律會被收取1.5%交易手續費 所以這個是它的基本成本 大家還是要算進去啦 那問題來了 到底這三大通路指的是哪三大通路 有確定的通路名稱嗎 其實呢這個就非常的尷尬 因為HSBC這張卡片 特別就是認定MCC Code 那MCC Code是什麼呢 一般消費者查得到嗎 當然查不到啊 這個是這個營業單位所登記 在這個系統上面的這個行業代碼 那這個行業代碼呢 你去問這些業者 他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通常都是要你刷了之後 你去打電話去問惠豐的客服 他才跟你講說他的行業代碼是多少 這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困擾 因為他跟你講說 餐飲類 購物類 然後還有娛樂類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哪些通路啊 餐飲類的部分呢 他的MCC Code是 5441 5499 5812 5813 5814 如果你不是上述的這些通路的話呢 基本上你刷了還是拿不到回饋的 除非你打電話金線去爭取 不然基本上就是沒有 那系統就是一翻兩頓眼的這個判斷這樣 那像什麼 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連鎖餐廳 像網品集團等等 這個呢就是一定有的 或者是咖啡店 像星巴克啊 或者是路易莎 這些呢就是他官網正面列表就一定會有 那第二個呢叫做購物類別 購物類別指的是哪些MCC通路呢 5311 5944 5948 我會判斷 那像蝦皮購物上面的消費也算哦 所以如果你就是現在要去保護國師周年輕買東西 像SOGO也符合資格 或者是什麼板橋大圓板等等之類都有 山井 這個林口山井 他的Outlet也算是在購物中心裡面 所以這些呢也都算在裡面哦 那還有像什麼 線上購物平台 Momo PC Home等等 這些東西如果你要在網路上面買東西 直接刷這張卡片也是有回饋的 最後一個呢是娛樂類的部分 娛樂類像什麼 看電影 或者是在這個主題公園啊 電影院 環球影城等等都有 那他主要的MCC Code是什麼呢 就是7832 7996 7998 以這三個MCC Code為主 像我之前啊我去和平島玩 我在他的這個入口處直接刷這張卡片 在和平島裡面的所有消費 通通都是符合資格 這也是蠻妙的 那一般人要怎麼去判斷MCC Code呢 根本不行 因為你問店家他也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做法的話呢 就是你辦一張張銀信用卡 張銀信用卡呢 如果你有綁定他的LINE官方帳號 那麼你的每一筆消費呢 他都會傳這個MCC Code 直接進去你的這個LINE 你把它打開來看就知道說 我這筆消費他的MCC Code是多少 居然上面有 所以張銀的任何一張信用卡呢 只要有綁定在官方帳號 他就會傳交易通知給你 這其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自己有成立一個資料庫 我把它放在我們的LINE社群裡面呢 讓大家來就是免費查詢 我現在使用這張卡片 大概已經有三個月了 帳上累積的點數大概有1000多點 其實也不算少 如果換里程大概都2000多里 其實是還不錯 如果你本身有想要查詢 想要知道我在哪些通路刷卡是有的 哪些通路是沒有的 非常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你現在只要跟團申辦 新戶跟團 你就符合這個 我們加入的三分之一的這個條件 另外還有兩個條件也要一起符合 星光證券的跟團開戶 那另外一個是有光大衛卡的申請 都是要以新戶資格 那麼你就可以申請加入了 那申請加入進來之後呢 我會給你一點小禮物 然後呢你也可以在裡面 回放我們路遙帽電子報 然後還有就是也可以免費查詢 我們所有的MCC Code 這些資訊呢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們社團裡面有30個人 大家每個月呢如果有實測 然後打電話進去詢問 或者是用張銀的 查完之後把它放上去 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加入 然後免費查詢 那我也希望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我們整個 全台灣最壯大的一個MCC Code的查詢系統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在上面查詢用關鍵字 通通都可以查到這個 餐廳到底符符符的規則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張卡片呢 兩個重點提醒大家 第一個就是銀行希望你直接刷這張信用卡 不要綁定在Apple Pay LiPay或接口 因為這樣會導致它的MCC Code 這個會滑掉 如果你把它綁定去裡面做消費的話呢 很可能就直接不符合資格 MCC Code這個數字不對 它就不給你了 所以請你要用這張卡片 請你直接拿卡片出來刷 不要綁定在Apple Pay 也不要綁定在LiPay跟接口 或者是什麼全支付 通通都不要用 直接刷卡最簡單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它的現金基點是有兩年的效期 如果你沒有在時間之內把它使用完畢 它是會過期的 但我覺得兩年的效期應該算是還OK 那你可以怎麼用呢 你可以在網路銀行做兌換 也可以在APP裡面做兌換 它最近呢就是把匯豐信用卡的APP 就是終於上架了 不論是iOS或者是Android系統 通通都可以下載了 那你只要登錄你的帳號密碼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來進行 點數的轉換跟折底 我覺得這算是相對方便了一點 接下來要來講一下這張主例卡 這張卡片我已經用了5年了 其實它的權益都不怎麼變 我覺得還不錯 那它目前公告呢 是2024年的7月1號到12月31號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 它已經公告2025年 上半年開始 它的華航的兌換里程不是1比1 是2比1 真的是晴天逼利 居然馬上就改2了 我覺得真的很可惜啊 如果你本身是要使用這張卡片 累積華航里程的 我會非常建議你換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它已經不太具競爭力了 可能還是回去中信華航聯名卡吧 因為其他只要是非聯名卡的兌換比例 都改得非常的爛 那當然就是回去中信華航聯名卡 你可能累積華航的里程 數字會比較好看一點 回到正題喔 這張卡片我為什麼用它用5年 這5年累積了大概有50萬里的里程 那我把它換進去長榮華航 還有國泰航空 疫情之後大概飛出去至少有8到10趟吧 都是用這張卡的點數去換的 不論是經濟艙還是商務艙 其實真的是省很多賺很多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啦 那先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匯豐旅遊卡有3個會員等級 第一個呢是免年費的輕旅卡 這個輕旅卡呢 它有送你一趟機場接送 機場接送如果一趟一前二來講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賺到了 那你只要把這電子裝在就免年費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 那它的累積里程比例呢 是不分海內外20元一里 所以以免年費來講的話 這張卡片已經算是很不錯的 那如果你的希望累積的速度快一點 我會建議你使用的是旅人預席卡 旅人預席卡就是國內18元一里 海外15元一里 其實它就相對的有競爭力一點 那它一年呢 也送你兩趟的這個機場接送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相對好用的 那貴賓室的部分好像也有贈送趟次 但是比較少一點點 它只能夠使用環養 那如果你年收有到80萬 想要申請好一點 累積比例好一點的 你可以跟我一樣 申請這張旅人無限卡 那這張卡片也是丹妮表姐在用 之前上它節目的時候推薦它 它就一直用到現在 那它去美國找他男朋友 其實也都用這個里程去兌換 這也是很妙 國內18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那你累積的里程呢 無上限 只要你的額度夠通通都可以刷 它一年贈送你的是4趟機場接送 還有8匙的環亞貴賓室 以前是有龍騰啦 可是現在只有環亞就感覺上是蠻鳥的 希望它明年呢可以把這些權益變好一點 我們就大家一起來祈禱啦 因為這張卡片這樣累積里真的是還不錯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換的這些商務艙的飛行體驗 2024年2月份呢我用亞洲萬里通的里數換了日航的商務艙 然後從台北飛到日本 然後轉機到曼谷 所以我就搭了兩趟的商務艙 這感覺真的很不錯 因為從台北飛到日本大概只有3個小時 但是呢它上面呢我用的是這個SkySuite SkySuite是他們比較新型的這個商務艙 你可以看我們畫面上面這個就是非常的舒服 也不錯有點類似像反鱼谷似的 那麼從日本飛到曼谷呢 它這一趟呢大概有7個小時左右 我搭的也是SkySuite 就可以全躺平式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在上面還小氣了一下 然後它有送兩次餐 一次是正餐 那另外一次是下的機器的下午茶 2024年的6月份呢我飛了一趟法國巴黎 用的呢也是這個旅人卡的禮場把它轉換進去 那麼我換的商務艙呢 其實它是晚上11點從台北起北吧 然後到巴黎大概8點 所以中間大概飛了12個小時 這12個小時呢 其實說真的吃完晚餐之後 睡覺是有一點飽有點不舒服 但是呢至少我可以好好的睡覺 就是補充精神 然後早上起來吃個早餐 然後就可以直接走行程了 所以對於我來講的話 商務艙可以躺平式睡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也有送什麼就是過夜包 非常的精美 然後呢也有給你睡衣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別的體驗 那回程化也是喔就是從巴黎再回來台北 這個也是商務艙的部分 體驗呢一樣都是非常的美好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商務艙的餐食呢 素食真的從巴黎過來很爛超級難吃 但是其他荤食的部分倒是還不錯 如果巴黎的來回商務艙用錢買的話要花多少呢 我那時候剛好有做紀錄的查詢喔 就是三十四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元 但是呢我用里程兌換呢 其實幫我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錢喔 所以我覺得用里程來換商務艙 尤其是跨揚州的商務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就算有錢的話也可以把錢省下來 然後呢去住高級的飯店 然後你商務艙呢就只用里程換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旅行方式啊 那我都怎麼用這兩張卡片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我去日本的話呢 吃飯一律都是先刷這個 像我九月份帶父母去日本 然後還有十月份喔 我跟朋友去日本去看富士山 其實沒有看到你可惜 但是呢只要是餐廳消費 一律都是用這張卡片刷的 就等於是海外有8.5元一粒 但是呢要支付1.5 它就要一手續費 除此之外的話呢 海外一律都是刷這張卡片 就是10元一粒 也算是非常簡單無腦好用的 如果你是HSBC新戶 你要怎麼賺好看 很簡單 請你以新戶資格先辦這種免年費的卡片 你只要刷3000就有500刷卡鏡 這就不能夠換那個點數啦 它就是只是現金回饋到你的帳上 直接折底這樣子 但是呢這個500刷卡鏡其實還蠻補的 如果你要辦里程卡的話呢 建議你辦預席卡或是無限卡的等級 那你只要繳交年費刷3000 預席卡部分刷3000就可以拿3000筆 那如果你是無限卡的話 就是只要8000年費 然後你就可以刷1萬拿8000筆 所以你這樣是不是就是兩張卡片的 新戶裡 新卡裡都可以拿到了 我覺得這個是CP值最高的一個做法 那我也非常歡迎你跟團 因為你現在跟團呢 我們一樣有贈送好看 就是如果你是舊戶加班 我們就送35積分 那如果是新戶的話呢 一般成員給的是100積分 LINE社群成員給200積分 就是你對本場的貢獻越高 我給你的積分呢當然就越多啦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想要知道NCC Code 到底怎麼查詢的話呢 你一定要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現在加入LINE社群呢 就是有三個必要條件 第一個就是HSBC的新戶 所以你的新戶資格是非常重要的 請你要在這一季活動呢 趕快來上車 那第二個就是永豐大衛卡的新戶上車 第三個是星光證券 一定要跟團上車 這樣子才能夠就是確實符合資格 來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上車 那詳情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旁邊的資訊欄 總結一下 這個里程卡會不會改二呢 當然還是會啦 所以一樣喔 勞化一句 有花堪則止虛者 莫待無花空則之 這個卡片呢 它的回饋其實也不是恆長久遠的 但是至少這五年 HSBC旅人卡它都沒有改二 對我來講它就很棒 因為這五年我一年累計10萬里 五年就至少有50萬里的禮書在上面 那其實讓我換了這麼多的商務艙飛出去 或者是換成亞洲區的商務艙 帶爸媽去搭 其實感覺也很不錯 所以我都叫它叫做 我這個新一代的孝親神卡 帶父母一起來搭商務艙 感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父母開心 小孩子也開心 這真的是很不錯 那我也期許就是今年12月31號以後 匯豐的新權益公告時呢 就是不要再改二了 再改二的話呢 大家又要找地方去了 真的是蠻可惜的 但基本上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沒有改二太多 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去使用啦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分享喔 今天分享呢 最主要就是這些HSBC旅人卡 來跟大家分享我都是怎麼去用它的 那這個匯狀卡的話是早期的產品 其實我現在已經不太用它了 那還有一張就是看起來很漂亮的獅子卡 也就是現金回饋1.22%無上限 海外2.22%無上限 這個呢 因為我不是累積現金回饋 所以我就比較少去搜它 但是因為它的卡片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還是有辦下來 所以如果你本身也喜歡收集卡片的話 匯豐這四張卡片 其實你都一樣是可以辦下來的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按讚留言分享訂閱 讓我們一起來 撸羊毛賺好康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